原来犬夜叉也是一个大暖版 在阿里一丝不挂的时候 他没有趁机偷看 而是脱掉了自己的火鼠袍扔给阿里 让阿里的身躯得以遮挡 但这一切也其实还是要怪他 在他被陶果仁抓起来后 他看到了阿里那装着碎片的屏幕 然后又看到了陶果仁内装在肚脐眼上的碎片 于是直接逼问陶果仁到底把阿里给怎样 还说出了阿里女人的身份 陶果仁听后 瞬间满脸喜惑 女人 我说了好事 在这家里有女人 就这样陶果仁回到了 捡到四魂之玉碎片的密室 然后开始遍寻阿里 因为女人也是人面果最需要的养分 但就在陶果仁发现阿里在盆景之内时 阿里竟然用上了现代科技 直接杀虫剂加上七宝的胡火 瞬间开启爆破 一块巨石静直地撞破盆景 陶果仁健壮 赶忙伸出巨手将阿里抓住 然后带去给人面果做养分 但就在这时 缩小版的米勒与七宝也紧随而后 在陶果仁脱掉阿里的衣服 把阿里放在池子里浸泡的时候 两人悄悄地躲在了阿里的校服中 随后在陶果仁把衣服带到犬叶叉面前时 尼勒在趁机打开风雪 将束缚犬叶叉的藤曼西塔 同时把陶果仁直接砸晕过去 可谓是一举两得 但他们现在还来不及处理陶果仁这个大胖子 因为阿里正被困在楼下 于是犬叶叉知道消息后 赶忙匆忙下楼救人 你别瞎 下时间两人都害羞极了 小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 但阿里一想到自己正在与犬叶叉交往 心中又鼓起了勇气 直接大胆地赤裸走出 可犬叶叉却并不是那种人 于是犬叶叉脱下了身上的火鼠袍扔给阿里 让阿里穿上在一起离开这里 但就在这时 犬叶叉却突然昏迷倒下 阿里健壮 赶忙上前查看 然后从背后紧紧抱住 预备其温暖 可不料犬叶叉的头发中近藏着两位吃瓜群众 阿里瞬间惊慌失措 然后赶紧去穿好犬叶叉的衣服 让犬叶叉先在此好好养伤 待明天腰力恢复 再一起离开 可犬叶叉却是极其的不愿 毕竟多在这里一刻 就多一分危险 最终阿里扭不够 只好连夜处罚 就这样 他们来到了悬崖边缘 不过却被这险峻的峭壁给吓住了脚 无奈之下 他们只好先想办法把弥勒七宝便搭回来 但就在这时 一个老者的声音却喊住了他们 他们赶忙过去查看 原来 这位老爷爷便是桃果人的师父 犬叶叉听后 暴脾气瞬间就喷涌而上 立马质问老爷爷 为何要把桃果人这种混蛋培养成仙人 然而老爷爷却说 让桃果人成为仙人的是人面果 一个月前 桃果人本来还是一个普通的修炼者 但他却意外获得了一块四魂之玉碎片 随后还意外地将碎片丢在了人面果树上 煞时间人面果树活了过来 然后询问他 骚年 你想要变强吗 你想要获得更多的力量吗 你想要成为俯视众生的仙人吗 想那就吃下我的人面果吗 就这样 桃果人控制不住对力量的欲望 大口地吃下了人面果 但吃下人面果的同时 也代表着桃果人心灵就会被人面果支配 然后桃果人就开始按照人面果的指示 把自己的师父做成了肥料供给人面果树 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果树更快地结出长生不老果 不过好在想长生不老 仅凭果实是不够的 必须要把果实煎成药才行 而知道那药方的只有师父一人 所以师父现在才有一直活着的资本 但就在这时 桃果人这个溺涂来了 而且身体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他们 犬夜叉情急之下 只好举起一旁的大钢攻击 然后再掠到桃果人跟前 打算夺掉其肚脐眼上的碎片 可现在身为人类的他 力量 速度 反应等等都是差到了极致 根本不堪一击 瞬间就被桃果人摁倒在地 阿黎剑壮 只好拿出弓箭 然后聚其魔力 打算一剑除掉桃果人 可下一秒 弓箭却直接断裂了 这质量真是堪忧 不过好在这时 桃果人师父看出了阿黎的原重不同 甘愿用出最后的力量 现身化作一把神功 这也算是对自己徒弟的一种救赎 于是阿黎二话不说 在犬夜叉与桃果人扭打到人面果树下的时候 再度拉起破魔之剑 瞬间一剑射中桃果人被捕 强大的灵力直接将四魂之玉碎片弹至人面果树上 但桃果人也因此恼目无比 于是气急败坏地向阿黎猛冲而来 犬夜叉剑壮 赶忙紧随其后 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 一把将桃果人推下山崖 但自己也一同坠了下去 阿黎伤心无比 不过就在这时 人面果树瞬间获得了强大的四魂之力 直接用藤蔓就将两人给团团勒住 桃果人剑壮 开心无比 以为对方是救他 可人面果树却说 我只是不想让最重要的肥料逃走 划落人面果树就把桃果人给吞噬殆尽 获得了一副自由活动的身体 他瞬间感觉自己的力量强了不知百分 于是他打算也把犬夜叉一并吞噬 以此获得更强的力量 可就在他即将开始吞噬的时候 早晨的阳光升起了 瞬间照耀了整片大地 犬夜叉的妖力也猛然间复苏 直接一刀两刀就砍断了所有藤蔓 然后使出风之伤 刹内间刺刀刀锋顺发而出 瞬间就将人面果树稍微灰烬 同时还夺回了四魂之玉碎片 弥勒七宝也因此恢复原状 但他们却似乎并不知道犬夜叉还活着 于是直接开始哭丧 七宝一边哭一边说道 犬夜叉你死的好惨呀 而弥勒则直接念起了往生大众 眼前的两姐妹花究竟有多白眼啊 珊瑚好心给他们饭吃 教他们学习除妖之术 他们却反过来直接偷走了珊瑚一族的全部武器 自从上次寡妇村一别后 珊瑚便独自回了除妖村 因为这段时间的战斗 飞来鼓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所以需要修复一下 加工硬化一些 最后也是凭一人之力成功的梦好 但就在这时 云母却突然发现了不对 她赶忙便大扑出去 原来是一对姐妹花 云母以为是敌人 于是想直接猎杀 好在关键时刻 珊瑚发现阻止了下来 就这样 珊瑚把两姐妹花接到了家中 奉上香喷喷的食物 然后经过了解 这才发现这两姐妹 是要来除妖村学习除妖的 蓝色衣服的姐姐叫秦菜 黄色衣服的妹妹叫林菜 她们此行就是为了拜师学习除妖之术 于是在得知珊瑚的身份后 两姐妹一顿献殷勤 但无论她们说什么珊瑚也不愿收抖 就这样两姐妹一顿死缠烂打 珊瑚健壮 也只好先问问原因 原来两姐妹的村子 本是靠着山上的梯田生活的 但自从她们想扩大一下田地 开垦森林的时候 妖怪却开始肆意蔓延 现在已经有好多的村民遇害 所以她们需要除妖之术守护 于是便一路打听来到了这个除妖村 可此刻珊瑚却告诉她们 如今的除妖村已经名存失望 眼前的景象便是被妖怪摧毁的 她们听后顿时一阵失望 不过降妖除魔 本就是除妖师的本分 珊瑚想了想还是决定帮助她们 但就在这时 她们又觉得兽人已遇不如兽人已遇 就算能将妖怪赶走一次两次 妖怪以后也还是会来 所以她们还是要拜师 好惜得除妖的本领 珊瑚听后有点不忍心 但除妖之际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 最后经过再三深思 珊瑚决定干脆先教她们一些 驱除小妖怪的方法 于是三人来到一个树洞 然后开始点燃驱魔烟 这是一种草药粉末 燃起来的味道是妖怪极其讨厌的 虽然威力不大 但保护村子珊瑚感觉也够了 最后不出一会儿 洞里的小妖果然都开始慌忙逃跑 就这样 今天的两姐妹收获满满 于是珊瑚打算明天教她们制作这粉末的方法 可到了晚上 两姐妹却趁着珊瑚熟睡至急 偷偷地跑到了仓库之中 然后撬开门锁 看着那堆满仓库的材料 她们瞬间欣喜若狂 于是趁着月色正深 直接偷走了所有除妖驱魔的材料 但万万没想到 珊瑚却早已守在门外 什么意思 你们也不是只有村娘 两姐妹花眼见事情败露 于是果断掏出了自己的绝技 忍者飞镖 原来 她们的村子原本叫忍者村 是个满村变故忍者的村子 但是有一天 当地的领主 却让她们去干部熟悉的除妖工作 虽然最后她们用忍者的招数打倒了妖怪 可那妖怪的同伴 却一直为了报复而袭击村子 只懂得忍者招数的他们 最后都成了妖怪的食物 仅存的活口也只剩下了她们两姐妹 所以她们一定要懂得除妖之术 为村民们报仇 化落她们便丢下一颗烟雾弹 直接溜走 珊瑚见状 只能先回去检查一下仓谋 最后果不其然 两姐妹连还没有除去妖气的武器都带走了 她瞬间大胆不尿 因为没除去妖气的武器是会引来妖怪的 最终她也只好好人做到 赶忙其上与母去追赶那两姐妹 然后经过一阵搜寻 最后终于在一处森林中央发现了她们 二人都在家里返回家 这就不能再帮她 那些东西 你去搜寻 妖怪的大群 就这样 两姐妹错失了最佳的逃跑机会 此时大批的妖怪被武器所吸引 成群结队的蜂拥而至 珊瑚见势不妙 只好上前抵挡 用飞来骨使劲的扫杀 而云武也不甘落后 只有两姐妹花彩的抠脚 最后珊瑚还为了保护她们 差点丢掉姓名 好在千军一发的时刻 犬夜叉及时赶到 直接一刀就砍掉了一条线上的妖怪 与此同时 弥勒还放出了自己的风雪 煞时间全部妖怪尽收殆尽 尽管还有一条漏网呢 那也是为了安排阿里的出场 就这样 小队再次集合 天空也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两姐妹见状 仿佛明白了什么 于是什么都不说就直接走了 而珊瑚知晓了犬夜叉的及时赶到 是因为弥勒的主意后 则瞬间羞红着脸去向弥勒道谢 但是万万没想到 弥勒这家伙真的正经不到两秒 一逮住机会就是摸腿